明陽國際這驚天一爆 造成嚴重的公安意外 屏東縣政府祭出重罰 卻只開罰240萬 讓民眾很意外 罰到他破產之類的吧 我覺得這個金額不夠高 台灣的公共安全要再注意 然後要真的罰到 更重要的是後續的那些 像家屬或者是消防隊員的賠償 或是改革跟缺失 一家自主就沒了 單純就說200多萬 然後罰這個公司 我覺得不太合理 屏東縣政府調查後 明陽公司有三項缺失 包括倉庫存放超過3000公斤的 有機過氧化物 原超過規定的100公斤上限 最高只能罰30萬元 第二項工廠管理人 只提供一份物質安全資料表 事後才說有兩份 沒有及時提供 依法最高只能罰60萬元 第三項則是明陽 並沒有派人到現場 協助救災 從中處罰150萬元 這三項加起來 總共開罰240萬元 但是光是去年 明陽全年營收就將近36億 這種程度的重罰 根本不痛不癢 如果以這樣的營業額 去對比它的200多萬的罰款 真的是九牛一毛而已 所以我覺得對於 這樣的廠商更重要 尤其它在經濟部的 這個產業科技園區裡面 平時的這個安檢 平時對它的相關的這個勞動環境 職業安全相關的一些管控 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要等到事情發生了不幸 再來罰錢 這都沒有意義 讓明陽頭痛的不是罰款 而是後續的賠償 根據了解明陽保險總金額 雖然有15.29億元 但是這次傷亡人數太多 加上廠房設備幾乎全毀 到時候的賠償金可能不夠賠 想要東山再起 恐怕不是容易的事 歡迎新聞章 歡迎邱子丁台北報導 最具爆點的正式內幕 攸關荷包的財經動態 解析社會慣象 探討國際大事 週一到週五 晚間十點請鎖定 歡迎一把抓 好 好